今天呢,我俩早上起来的都非常的早 来到了会议登记处 办了我俩宅起,是六年十年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先把呢,这个生死契约欠一下 然后同时按下约定 当时我心中的誓言呢 那必须是宅起一辈子 就这样呢,一分钱没话 结婚证就这么到手了 为了庆祝我俩登记 我们去吃了平时不舍得吃的海底捞 庆祝这个特别的一天 之后回家 今天的这期视频 我觉得很多朋友会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等的时间振的太久了 有没有一种送自己孩子出家的感觉 因为我俩的爱情 真是大家给见证了 因为不论大事小事 我呢,都会把这些点点滴滴发上网 大家呢,通过这些视频 又开心,又难过 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恨我 觉得我辜负了孙岩 在一起这么久,还不结婚 其实结婚这件事 真的需要慎重考虑 我和孙岩最开始打掌当道 到后来的相濡以沫 一起呢,想把这个账号做好 这期间发生了好多的事 其实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俩的考验 双方之间的都会在想 到底能不能走到最后 直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孙岩因为口罩的原因 差一点死了 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孙岩对我这么重要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 后来孙岩的病好了 我真的觉得属于我的那颗太阳 又亮了起来 最近这两个月 我了解了这世界的万物 其实人这一生什么都带不走 那些你觉得特别重要的物质东西 其实都没有用 而真正有用的是 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 种的那个瘾 得的那个果 还有你和他之间的爱情 如果你的这一生 也能遇见那个愿意和你相濡以沫 愿意跟你共赴生死的人 那么我在这里祝福你 你和我一样 非常的幸运